教典25 配子形成 当人体进入青春期 生殖器官逐渐发育成熟 男性睾丸及女性卵巢内的生殖母细胞 可进行有失分裂 增加细胞数目 也可进行减速分裂 分别产生精子与卵细胞 人类的精元细胞经减速分裂后 可产生四个精细胞 但卵元细胞经减速分裂后 只能产生一个卵细胞 精子的形成 男性睾丸中的生殖母细胞 称为精元细胞 进行减速分裂时 精元细胞完成染色植负质后 发育为初级金母细胞 初级金母细胞进行减速分裂一 形成两个次级金母细胞 次级金母细胞继续进行减速分裂二 形成四个精细胞 精细胞最后会在精特化 形成具有边毛的精子 卵细胞的形成 女性卵巢中的生殖母细胞 称为卵元细胞 进行减速分裂时 卵元细胞完成染色植负质后 发育为初级卵母细胞 初级卵母细胞进行减速分裂一 形成一个次级卵母细胞 和一个集体 无受精能力 次级卵母细胞继续进行减速分裂二 产生一个卵细胞 及另一个集体 受精卵发育 人体生殖母细胞经减速分裂 产生精子或卵细胞 都只有单倍数的23条染色体 精子与卵结合 称为受精 形成的受精卵 具有二倍数的46条染色体 受精卵经多次细胞分裂 有时分裂 产生许多体细胞 随后这些原本形态 在完全相同的体细胞会分化 形成形态与功能各不相同的细胞 在互相组成组织或器官 并逐渐发育成为具有完整功能的人体 发育成熟的人体具有生殖母细胞 可在进行减速分裂产生精子或卵细胞 如此代代相传 可确保体细胞内的染色体数目 得以维持一致